1375億歷來最大不激的紓困方案闖關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率領12個司局長出席 爭取即入表決 跨黨派批評政府只是放寬縱援資產上限 沒有專門為失業人士撤援助金 我跟你說我失業了 你給我一個固定的金額 幫我捱過這個關鍵有多難呢 你當然是補就業 棄失業 香港的制度我們不是每人都交稅 所以在資料方面我們沒有這個基礎 製造一個機制出來 說10月10月8個月的話 現在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這次權而之計就是用縱援的系統 爲什麽一定要逼他們去拿這個失業縱援呢 我們真的沒有逼任何人做這些事 我們不是逼 第二就是我們都可能在包裝上都要改善 沒有用縱援的字 叫做一個特短期的失業支援計劃 800億幫保固主支付薪金開支 但減薪換人都規管不了 議員質疑只是維持職位數目 有一批人可能未犧牲 60歲那些有強積金呢 那政府會有補助 65歲那些就沒有 當公司經營不了下去的時候 第一批被人炒的就是65歲以上那些 譬如有些一人店有些基層青年 開過店賣小禮品做散工 政府可不可以考慮為這些遺留的人士 每人5000元派六個月呢 我都承認我們這次真最大努力 但仍然有地方我們是有些空白的 因為始終種種理由 因為資源有限 還有很多局限在這裏 希望大家真的用包容這個角度看這件事 如果各個行業放下去的話 是真的做不到的 飲食業和零售業的錢又快又多 是因為中共知道這兩個界別 最有可能被民主派挑戰成功 那就要盡快收賣人心 補習老師有目標 錢就少些 我們這個抗疫基金真真正正 顧名思義不折不扣是做抗疫的 是防疫基金 並沒有一個政治 並沒有政治 多個議員都問有沒有第三輪保留十位 現在香港看水的只有兩波 一個叫陳茂波 一個叫陳建波 有沒有第三波 我叫張建宗就不是波 絕對不是 不派了幾多輪 政府不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派 這樣派沒有可能的事 他說要疫情減退才是真正的出路 尤善電視記者劉浩停不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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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